再用一颗竹子刀线 好,到顶点处了,首先过一颗 又先穿两颗 再用一颗竹子刀线 然后左线过两颗 再用一颗竹子刀线 左线再过两颗 右线穿两颗竹子 再用一颗竹子刀线 好,左线过一颗 右线穿两颗 再用一颗刀线 左线穿两颗 左线穿两颗 右线穿两颗 再用一颗刀线 左线穿两颗 左线穿两颗 右线穿两颗 再用一颗刀线 好 大家看这里已经形成一个圆 到这里是封口处了 我们把左线过两刻 一二 右线穿一颗 再用一颗倒线 好 接下来了 我们就 下面一圈全部都是 七连珠的 所以我们左线先过一刻 大家注意 边这个裹盘的时候 线一定要拉紧 还有就是 照着我这个视频做的时候 一定不要左右线 不要随便换位置 我说的话 跟我做出来的就不一样了的 好 下面我们开始做这个 首先过了一颗了 然后现在右线 我们开始做白色的 穿四颗白色的 一 二 三 四 大家注意这一圈 我们这样做 我们把它这样拿 嗯 对 反过来 好 然后四个 四个白色的了 然后加上底下这两颗 六个 六个 我们这一圈是七连珠 所以我们直接用一颗白色的倒线 这样拿 首先过两颗 首先过两颗 好 这样拿 现在大家看下面有三个了 所以我们上面穿三颗 就有六颗 六颗再用一颗刀 就一共有七颗了 再用一颗刀 左线再过两颗 我们还是这样拿 这样拿的话好拉线一点 右线穿一二三 穿三颗 再用一颗柱子刀线 左线再过两颗 注意哦 这一圈全部都是过两颗的 两颗两颗过 然后右线就穿三颗 再用一颗刀线 它有点变形 不用管它的 按照你按照这个方法 继续做下去 把自己圈做完 每一次都是左线过两颗 右线穿三颗 用一颗柱子刀线 再用一颗柱子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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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一圈已经做完了 大家看一下到了这个封口处 封口处大家把这个一二三 把这三颗珠子都过了 先到这种状态之后 然后我们就右线穿一颗珠子 两颗珠子六颗 然后再用一颗珠子倒线就可以了 好大家看一下现在这种状态 这种之后然后我们接下来做下一圈 下一圈的话就是很简单 你看最开始是这样子一颗一颗珠子 现在一颗珠子里面我们不用过线 直接用右线下一圈是四连珠的 右线加两颗珠子 注意哦下面一圈左线最开始不用过线 然后我们右线先加两颗珠子 再用一颗珠子倒线 大家看一下现在形成一个四连珠的 然后我们看这个左线 左线在下面 然后大家看到这一圈吧 不管它怎么弯 但是它这是最外最外围的这一圈珠子 我们要一一把它过线过了 就是说每过一颗 然后做一个四连珠的花形 每过一颗做一个四连珠的花形 你看我现在左线再过一颗 然后右线再加一颗 因为下面有两颗了嘛 我上面再加一颗 再用一颗倒就一共四颗了 大家看这里又形成一个四颗珠子 然后我现在左线再把这一颗过了 然后再分别这过这一颗这一颗这颗 然后把这一圈都过了 都是做的是四连珠的 嗯这个大家这样拿吧 这样拿就好够 现在把它反过来 直接弯进来 完完全全反过来 好了 现在就好看多了 你看这里两个四连珠了 然后我现在左线再过一颗 然后我现在左线再过一颗 然后右线穿一颗 再用一颗珠子倒线 好 然后现在左线再过一颗 右线穿一颗 右线穿一颗 用一颗珠子倒线 然后现在左线再过一颗 注意不要漏过了 把这一圈的这所有珠子都要过一遍 不管它凹下去也好 凸出来也好 每一颗珠子都要过一遍 大家不用管它变形 就是它就是这样的 凹进去凸出来凹进去凸出来 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就把这一圈给它做完 全部都是四连珠的 这个就很简单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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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放入鱿鱿鱿鱿鱿鱿鱿鱛 大家看一下这一圈马上 这第一圈四连珠的 已经马上快编完了 然后它虽然就是说它有点变形 就是说有点翘起来 但是大家不用管它 也不用怀疑自己是不是编错了 它肯定是没错的 本身这个编到这里 它就是会这样翘起来的 不用管它 继续按照步骤往下编就可以了 等到你编个三四排的时候 它这个自然就会 自己就会平了 好 好 好 放入鱼 现在看一下 然后我们到这里封口的地方 首先就过两颗珠子 然后直接用一颗珠子倒线 在第一个四连珠的一圈编完之后 我们接下来还是跟第一圈一模一样 再编一圈这种四连珠的 大家看它有些凹进去 有些凸出来的 不用管它随便随意它怎么样 自己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等一下你编完第二圈 它基本上它就会有那个形状出来了 所以说第一圈四连珠的不用管它 只要大家一个个把这一圈编完就可以了 第二圈的话 开头还是一样的 先穿两颗白色的 再用一颗白色刀线 这就又形成一个四连珠 这就又形成一个四连珠 好 接下来还是把这一圈都依次过线 然后穿一颗用一颗倒线就可以了 过一颗 又先穿一颗 又先穿一颗 把这一圈做完 左线又过了一颗 左线又过了一颗 右线再穿一颗 用一颗珠子倒 把这一圈做完 好 在我的眼前 我们拍一些奶奶 汪汁 卵汁 卵汁 这第二圈四连猪的 也马上就变完了 变完之后 然后下一圈 我们要换颜色 这里到了接口处 封口处 我们还是过两颗 首先过一颗 侧面这颗也过了 然后用一颗珠子刀线 变到这里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总是有一排凸出来的 然后这两排的话凹进去 然后一排凸出来 两排凹进去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现在处的是一个凹进去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我们要加珠子 大家按照我这个步骂 大家按照我这个步骤边 记住我这个从这里加珠子的时候是这个啊 就是这一排是凸出来的嘛 然后这一排是凹进去 我是现在在这一排这里 大家跟我编的时候 注意拿好那个方向和位置哈 要不然编出来会和我的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现在先穿一颗白色的 嗯不是穿白色的 大家看一下这里 我看一下凹进去的这个 我们直接穿两颗红色的 然后再用一颗白色的刀线 先左线过一颗 穿一颗白 用一颗白色的刀线 我们下一个颗白色的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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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